张韶涵这次太盼了啊,穿雨网服居然不穿打底,网友,上面下面都看到了。 张韶涵拥有四分之一维吾尔族血统,在《海豚万恋人》中,饰演女主角《一天边》。 与吴孙、陈亦如、胡于婉合作《公主校妹》,饰演女主角黄甫山。 张韶涵是娱乐圈小个子美女,大大的眼睛透住灵动的韵味。 她的造型被称为《行走的教科书》,在穿搭上展现出了不俗的功力,一起来看看。 张韶涵身穿一件黑色雨网装长裙,修身的款式将她玲珑有致的身材完全地显现出来,勾勒出娇好的身形曲线,女人味十足。 不少网友看完这身造型后直言,张韶涵太盼了,穿雨网服居然不穿打底。 还有网友调侃道,上面下面都看到了。 再来看看张韶涵的其他造型,她身穿一件格纹吊带连衣裙,展现精巧的锁骨,勾勒迷人的肩线,衬出修长的脖梗,彰显出她独特的个人魅力。 张韶涵还用吊带上衣搭配黑色阔腿裤,高腰的裤型强调出腰线的位置,将她的双腿衬得愈发笔直修长,简约的配搭时尚度爆棚。 张韶涵还用一字领针衫搭配半身裙,裙身的细格纹图案可以在视觉上拉长她的身形比例,使她看上去格外高挑,整体搭配十分减零。 你喜欢张韶涵的哪一身造型? 张韶涵的父母是张志宏跟江柔一,1994年张韶涵12岁时移民加拿大,15岁开始参加歌唱比赛,1999年得到加拿大中广流行智新冠军后回台发展。 2002年演出偶像剧《MVP情人》,以演员身份出道,2003年主演《海豚弯恋人》走红。 2004年发行首张专辑《Over the Rando》,以歌手身份出道。 2008年担任《北京奥运火炬首》,2010年担任《上海市博会代言人》。 音乐方面,他俩度入围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,作品为《欧如拉》及《潘朵拉》。 代表曲包括《遗失的美好》、《欲言》、《欧如拉》、《快乐崇拜》、《隐形的翅膀》、《梦里花》、《亲爱的那不是爱情》、《看得最远的地方》、《连雨一直走等》。 其中隐形的翅膀与中国大陆引起广大回响并成为2009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,并于2007年翻拍同名电影,2015年翻拍同名电视剧,2011年由新加坡歌手王丽婷翻唱英文版。